大家好,我是小罪,欢迎收看小罪解说三国杀 今天咱们继续看国战 今天的主题是大国作死 我们来看一下大国是如何作死 继续来大国作死专题 这局我们主持人的游戏ID叫做 我不死谁死 那看看到底谁死 来自九七贴头联网感应他的录像 出将情况只有魏国可以选 魏国这三个将 个人感觉怎么配都可以 两两组合都可以 你要出张聊灯爱的话 我个人建议灯爱放副将 你要灯爱非要放主将 个人感觉没什么用处 具体灯爱主将副将 之后会做专题的 但是现在素材比较少 大家有这个灯爱的录像 可以多发给我点 我也会仔细给大家讲 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做副将 好什么时候做主将 好 那么五号位啊 五号位刷了几个手机卡 还是 这个手牌 还算可以吧 那么一号之间忙着上架 不好说 可能就是手牌一出了 就想杀一下 但是杀一下 你可以找个远红位的杀 一号看了七号 然后顺上架 上架反正脱管了 直接打的无限 估计他想顺这个张八 那这边也是不让顺 纷纷不让顺 都不动啊都不动 那我们挂上装备 也可以不动 啊 主角是杀了一刀 三号 就是 我估计可能就是青甘剑 想欺负一下八卦阵 这边 这边 李典直接出来了 李典你这么高调的出来 真是手里有个远交进攻 活不住了 还是手里有个南蛮 活不住了 反正他是出来了 那么我们也是直接出来吞田 那你为了这一个田 你就直接就这样出来了 嗯 你这魏国的嘲讽 直接就上来了 你个单理点 可能嘲讽并不是太大 还又出来一个魏啊 那反正这魏国纷纷都出来了 那出来就出来吧 出来准备开团吧 吞到了两个两个大黑田啊 杀一下 这个你没必要放田吧 这个这个酒你拿到手里不好吗 你国家卖血酱 你拿个酒在手里不好吗 你想吞田 你有的是时间吞田 在说你已经吞了两个田了 这个又不是说像身份局那样 你必须有三个田才能觉醒 你已经有两个田 可以这个够全场了 富二玛基本上够全场了 你看你这吞田 有的是机会吞田 你这个酒我觉得完全可以添堵到手里 那这边不卖啊 再标个飞位吧 反正现在场上要不是魏国的 应该都出来不出来吧 反正都应该打魏国了吧 这边 紫龙和二哥也是 很惨啊 你直接酒杀 这是两血换一血 你这你你这没必要打这么拼吧 你连加一码你都拆了 你既然拆加一码了 你既然用这个加一码出去拆的话 你还不如拆这个距离 以德服人 你把自己打这么拼 虽然说是大魏国 虽然说是大魏国 但是还有这么多案将 还有这么多案将 那个即便是四个位 也是也是四打四 也四打四 还有别人会去打吗 你也没必要这么出力吗 这边小方出来直接放拳 看能不能带走理点 然后还有个桃子 哎呀 有AK了 那这估计是保护住了 二哥拿AK 这个谁也挡不住 这个夏侯估计要去了 那夏侯一去估计 那就是要打大鼠国了 那他是选择答案将 答案将 要说是有一点风险 有一点风险 你可以先把这个孙权杀了 孙权还是比较有能力的 即便这个六号不是蜀国 你把孙权杀了之后 你再来杀他也可以 你看你这个孙权 你刚才打那么拼 打大卫国 这又被大蜀国给做掉了吧 所以说呀 我们玩这个国战 没有到那种形式 特别失衡的情况下 你自己不要说打得那么拼啊 然后 为了稳妥起见 他是这个乐 其实我觉得你这张乐 你要么乐国家 要么你就当一张杀杀出去 你这是红乐吗 红堂六的乐 你要么当个杀 就干脆把这个六号杀了 因为这个 邓爱 他是有顺手牵羊的 他这么多天 他可以把这个乐顺走 他这么多天 你们其实有无限 你也挡不住 他把这个乐顺走 他一顺走 不是就乐你们蜀国了吗 那你乐这个六号什么意思 你就是怕他不是蜀 就不想让他动嘛 对不对 但是你这样的后果 可能是不但他能行动 而且是你蜀国 反倒行动不了了 所以刚才你要么 就乐我们主角 要么你就当一张杀 把这个六号给杀了 你发动五胜嘛 即便是蜀国 你你把他杀了 你也就是丢一把连弄而已 然后你这个 你蜀国三个人 你三个人围观一个 邓爱国家这种 这个 这个组合 超级不动白 这个组合 你三个人围观着 这这这 我们主角一个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这边主角量 也不知道是为了空城 丧心病狂 还是 对刚才二哥 杀他能倒表示不满 就回杀了一下 那现在就是 我们主角就是 一打四了 一打四 虽然说一打四 但是绝为不能投降 那这边 连在起 再放权 直接空了 你这 你这是怎么关的星 你你你这关心关的是 是什么玩意儿 你这不是送牌的吗 其实说你有这把 寒冰剑 你这寒冰剑 要说寒冰剑杀麦血流 可以 但是这个 我们主角是超级不动白 而且还有百卦阵 你既然决定杀的话 你就杀一张黑色的废牌 然后杀两张 管两张红桃 对不对 不过这样也 其实也不好 他能添度红桃的 所以寒冰剑杀这个组合 也是很不好的 你看这还杀 这我们主角 这超级不动白 这终极不动白 可以说是终极不动白 还在这杀 顶着八卦杀 你说你们四个人 在这里 痒痒状态 你看 这还放南蛮 虽然说你有两个人 不怕南蛮 虽然说你有两个人 不怕南蛮 但是也不是这么玩的 这我们主角是 终极不动白 你要不动他 他就是个白板 这你非要让他去卖血 让他去吞田 怎么能输给你 这有个桃了 就不放全了 你看卖出来这么多牌 就现在我们主角 一打四 我们不需要血 要的就是牌 你牌越多越好 找到足够的金空牌 就能把你们灭掉 其实我觉得可以顺一下 祝宗的手牌 万一把那个南蛮 给顺过来的 把那个南蛮顺过来 可以放一下 虽然说他们 这个孟虎祝容不怕 这个二哥也不太怕 但是你刘备总怕吧 你打死一个是一个吗 打死一个就是四张牌吗 你看这个二哥 很是明智啊 直接就是七两双杀 就不杀了 但是你刚才那个南蛮 不应该放 这也不知道你是 你是真明智 还是假明智啊 唯贤唯德 对这个小方 你就放钱 你放钱给刘备也行 让他仁德回味血 或者放钱给诸葛亮 让他关心 找点恢复牌 给这个团队 找点恢复牌 先把自己的状态 扬起来 杀这个灯爱国家 真不记得杀 你有寒冰建议 也不能杀 因为你寒冰建议 七刀牌 他也是要吞田的 你即便是关心 关两张红桃 你让他这个天度 两张红桃 也是不好的 所以说 你能这个 鼠锅怎么打 就是 你先养状态 这个孟霍 你不是有再起吗 这个回血 也有一定能力 这个刘备也能回血 然后祝亮就关心 给这个二哥 关心 然后你们俩 找点恢复牌 把自己的 把你们状态都养起来 然后起一身神装 然后等你们 有这个火攻啊 有乐 尤其是有乐的时候 再去打输输 然后通过一些 铁锁的传导 来去压他的血线 就这样可以慢慢的 磨 把它磨死 你看这又放南蛮 急着放的是什么南蛮呢 还放 你刘备刚刚 仁德回了两血 你又给打没了 这你刚才 你猪龙 你还知己知彼 看了一下 你看到我们 这个主角手里 有一口酒 你这还酒啥 你有意义吗 刚才 刚才天都的明闪 这 你又给送个套 你这不就是 多死的吗 你看又给送个套 你说你这三个套 是不是都是你祝个亮送的 你刚才那个 吞天吞的明闪 我们拿到手里了 还在这绞杀 这就是那种典型的 有排不出不舒服 你这就是为了空城 而空城而丧心病狂 但是到最后 你自己也没空城 你这样 你这不就是作死吗 你就完完全全 就是在作死 那么拆了这个八卦阵 拆了这个八卦阵 倒是可以 倒是可以 杀一下再戳一下 然后你这个 你这个 你那么一大堆折腾 把你们数过自己的血线 压这么低 本来留被三血 这个二哥好像也是三血 一下让你打的都这么惨了 这万一我们弄到一个 一个AOE什么玩意儿 这马上新排队了 新排队我们在 要磨个万键啥的 你们不全都挂了 这又添多一个套 这我们主角 现在已经满状态了 已经满血了 你满血了 你还杀什么 你们都残血了 你们都一一血 都一一血 然后非要 非要打我们主角 这个打我们主角 把我们主角 这个血都换成牌 然后去把你们全都打死 你们慢慢痒痒状态吗 你四个人打一个人 还急什么 吓了他还没念 你看 死了一个吧 他是 他是故意没有闪 刚才是杀的还是决斗的 我没主意啊 反正是死了 不知道他是 没注意 他是自己放弃了 还是 还是怎么着啊 反正是死了 这个 这个 如果说了 这个 赵云军应该砍了一会儿 的确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刚才那个勒布斯鼠啊 你刚才那个红色勒布斯鼠 你还不如当个啥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六号砍死 你看这个六号 刚才在这 一顿折腾 完全就把你们鼠把打崩了 你这就是自己 把自己打崩了 不知道刚才这个 蒙火小胖 是不是看到这么坑的 对 我也就放弃了 其实刚才这个二哥 真不如就把他剁了 你看他把他剁了之后 就是 你也就是损失一把 诸葛连弩而已 就损失一个诸葛连弩嘛 然后你们三个 在这里围观他 慢慢围观自己养 养养状态 慢慢打 稳稳的 优势局啊 优势局一定要求稳 你看你看 这个尤其是打我们 这个不动白啊 对我们这个 不动白来说 肯定是 肯定是 肯定是以为观啊 你的这么急功近利的打 你看 怎么还火攻自己 给你一击一张牌啊 这操作也是非常不错啊 你以为你就一个空城 就无敌了吗 这就是雪林林的教训啊 那我们再来看这局 这局我们主角的 CID叫做 Lady God 来自378区啊 感应中压 提供的比赛录像 出场情况 只有这一种选择 奉出梦起 那只有这一种选择 那也没什么挑的了 其实这个组合还不错 其实刚才第一手 能手牌 可以啊 都是有 有梅花嘛 杀 这个我们主角 可能是觉得有 有桃 桃圆结役 没有出了个杀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你有杀就出杀嘛 不然你这个三血掉血不卖 你这就暴露 你你不是为了 虽然说你有恢复牌 你有恢复牌 你你你恢复牌留了 你你什么时候都能恢复 然后三号四号都没动 五号也是没动 都不动啊 都是非常低调 依旧是非常非常的低调 好 这个人摸牌阶段 好像有技能啊 貌似不太像鼠国的样子 暴露了 挂闪电 挂闪电 挂闪电肯定你 肯定你不是无了 无我只有小桥敢挂闪电 你这四血的也不可能是小桥 那他是个国家 嗯 我们主持权砍他也没问题 因为摸牌阶段有技能 呃 鼠国 好像也就一个梦货 但是刚才他是满血 所以他应该不是鼠 所以打他 问题也不大 那既然打出来是个国家 那他那半边 应该是摸牌阶段有技能的人 像什么张辽啊 啊张和啊 徐楚啊 啊等等吧 反正不再一一列曲了 那么这都纷纷跳飞味啊 把这个 把这个国家打成这个凶样 那 真机出来 真机出来 决斗我们主持权也没问题 第一 那个三血不卖啊 嗯 其实他决斗 嗯 他可以决斗这两个跳 明显跳飞味的嘛 我们主持权只是随便杀了一刀 那时候我们杀国家的时候 国家还干着呢 是吧 但的确我们之前是三眼不卖 他决斗也没什么问题 啊 这边果然是张和啊 张和啊 你不宜乐吗 不宜乐 他可能是牌比较多 想出一下 出就出吧 国家张和还是比较恶心的 好 那看来这也是个胃啊 你大胃口了 冰粮寸段 这你既然要用这个冰粮 你就干脆把我们主持权 这个冰上多好呢 你何必冰这个三号呢 这三号又没距离 我们主持权是有距离的 你不冰一下 你就万一出了个暴降 什么玩意 万一我们是个月鹰 你不冰的话 完全有可能原地起爆 主观念是我们有距离 我们就裸摸一个杀 也能杀你一刀 对不对 你这三号完全没距离 至少明面上没距离 我们主角 我们主角要是有个过差顺手啥的 把这个冰弄掉 顺手再顺过来冰 事实上我们主角刚才的确有顺手 但是他没有顺这个冰 他是去顺的国家的这一个人王盾 那这我们主角是出于自保的目的 然后顺着这个盾 其实我觉得你既然顺这个国家了 你不如把他这个乐给顺走 你把这个乐给顺走 然后贴到真机身上 你贴到真机身上 要不然一会儿这个国家 他就张合他能跳 他跳移走了 怎么办 等于一说乐的还是你们同盟国的 你只有说把这个乐顺过来 然后贴到真机身上 才能限制这个大魏国的行动 国家他带着人王盾 你就让他带吧 反正现在也没人打他 反正是真机这边他有爆发能力 而且他还挂着连弩 应该是去限制他一回合 再一个你自己是凤雏 你不怕打 那这边 哎你不睡一下吗 你这么多牌 你睡一下旅步 你又不是买姐 难道你是知道有二张 你知道有二张 你也得睡一下 这边这个 二张大桥 这个体位也是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梁花体位吗 直接开万键 开万键不好吧 你这开万键开的 这点不应该弹真机啊 你这弹真机 真机被救起来 应该是有头的 魏国应该是有头的 国家这么多牌 你这弹真机 万一 被救起来 这个真机要是一行动 那这边 都给乐上了 虽然说是有乐 但是你也不能弹那个 你这等于说是给他送牌 哎你这万一给他送出来 无蟹啥的 也不好 无蟹可击 无蟹可击 他是洛神道一张无蟹 但是天度了啊 这没办法 这边打无蟹 这边反无蟹 但是天度了 这真没办法 你看你想想 你刚才要不弹那一下 这排队就不是这样 他就可能就不天度了 你还弹他 你这继续弹真机 没有任何意义啊 你这完全就是送牌啊 他要没有淘酒 他敢放吗 哎呀 这小乔 还有情出了个淘 把门捞起来了 他要没有淘酒的话 他绝对是不敢放的 所以你这个弹 你要么谁也不弹啊 你要么弹你就 其实刚才这个小乔 他真不如谁也不弹呢 你想想这个真机 他要是放着 他手里要没淘的话 你这个小乔 要是一弹 他这个魏国的人 他要没淘 一下死了 他全升牌 他绝对不会这么打的 你换个角度 想想 如果你是真机 你会这样打吗 你如果手里没淘的话 你刚才手里有淘 你还不如在缓一轮 然后你谈你的队友 然后给他们再送两张牌 这现在你大五国全都挂了 哎呀 这些五国啊 这些 这些五国 这些体位都非常感人的 这大小乔 紫梅花领先主演 这香香在一旁 这是空碑切 偷一方 偷小乔 借刀杀人 这你还杀我们主持者 这点这个国家 国家张鹤 你绝对不应该来杀我们主持者 你觉得应该是杀小乔 小乔没牌的时候 你赶快杀他 这边下口也有距离 当然他被乐了 不说 因为 因为我们这边是三写马超 三写马超很有可能是帮统的 很有可能是帮统 你杀下 你以为你能杀死 但我们一旦涅槃 你看看你们卫国这些状态 全部一血 你让我们一涅槃 有牌区爆发 你们卫国全部都在崩 这现在我们主持者 现在被冰了 大家注意 这有一个冰 这有一个冰 这稳稳的 你去杀小乔 然后你三位联动 然后镇基 再去落神 什么的 先把小乔弄死 然后你来围观我们主持者 你还有这么多乐 对不对 你还有个乐没动 你下为何可以再把这个乐 移过来吗 镇基如果把我们打镊盘了 你要发现是旁统 你再把这个乐给移过来 这不正好吗 给你们卫国留足够多的时间 去找恢复盘 你们卫国回好状态之后 围观我们主持者 一个人怎么打都赢了 光镇基一个人就够了 你非要去杀这一刀 杀这一刀 把我们打镊盘 让我们一下镊盘 就这么多牌 因为三血蜀国 有一个没亮 你就应该防着他是 他是凤出啊 你看你刚才要杀一刀 这个小乔 然后这边下口兄弟双神速 直接带走小乔 然后我们主角背兵 背兵出不来 你们三打敌 稳稳的啊 这一下这个镊盘三张梅 一会儿 其实我觉得我们主角 这点这点打的也是不好 你应该就是 因为你手里有这么多梅花 你就把所有人全锁上 包括你自己 然后都锁上之后 你就火攻自己 火攻自己 然后确定能带走一到两个 因为你火攻针基 你不一定保证能火攻中 你就万一火攻不中 你这针基再一动 他们三位连动 你是不是就又有挂的可能了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 全部连起来 火攻自己 把他们都带走 你这还好是火攻中了 你要真火攻不中了 你这 你还在耗一会儿 过河拆桥 那现在就单挑一个 单挑一个 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两兵 还是那句话 你这大国啊 大国优势局一定要求稳 你现在 你那个时候了 你过来 那个时候 你看看你的队友全部都一写 包括你自己也都一写 之前你们这个卫国的桃都已经耗得 基本上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手里很难再有桃了 在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求稳 你看你不求稳 非要把我们主角打涅盘 打涅盘之后 你们这个大卫国一直接就崩了 那么通过这两局大国作死 也是跟大家说 还是强调的问题啊 优势局一定要求稳 尤其是你人头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就打围观 打围观一点一点 先把自己的状态回起来 然后慢慢 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希望大家都能借鉴一下 好吧 今天的录像先坐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好